好 今天全台的天氣是不是好到不行啊 真的有一種好像又回到夏天的錯覺一樣啊 你可以看到今天台灣環境場水氣偏少 東北風也減弱 轉吹偏東風甚至有點東南風的環境 這也導致各地高溫沿熱 通通站上了30度以上的高溫啊 今天台北市信義區呢 站上了很誇張的溫度快要36度了 35.8度的高溫 週末要展開了大家本來有點期待 北台灣的觀眾朋友不用期待了 因為這個週末假期呢是十分濕冷的 因為呢這個北台灣週末假期要變天了 為什麼變天地面天氣圖等你來看 因為呢你可以看到在華中華南這一帶有一道封面建立 這一道封面系統呢 預計在今天深夜到明天的白天 它會逐漸的東移南壓靠近台灣來到明天 你可以看到整個封面系統掠過台灣之後呢 北方的冷空氣南下東北季風再度增強 所以就會導致呢北台灣東半部地區又要轉良 而且又要下雨了 台灣雨圖帶您進一步來看 動態的圖很明顯 你可以看到明天上半天呢 封面一掠過是不是水氣就來了 封面的北台灣東半部地區呢 降雨又會再度湧現呢 而且這一場雨一下啊 看起來是一週左右的時間 至少一週囉 因為接下來來看呢 未來這一週呢 是一波一波的東北季風暴到 所以封面的北台灣東半部地區 看起來降雨機率都是偏高的 除了容易下雨之外呢 溫度也會下滑 溫度曲線我們來看到北部跟東半部地區了 是不是溫度線條溜滑梯 你可以看到白天高溫呢 降得最明顯哦 今天我們說呢 在台北市的市區出現了35度的高溫 明天往下掉 接著週日只剩下白天高溫26度 跟今天的高溫相比掉了快要10度哦 這樣的溫差是非常非常大的 夜晚清晨的溫度落在20到24度左右 中南部地區呢 其實我們說現在這個時節啊 東北季風還沒有到非常的強 所以要影響到中南部地區不太會啦 基本上呢這個週末假期呢 中南部地區白天還是高溫炎熱 通通可以站上30度以上的高溫 但是夜晚清晨的溫度還是比較偏低 落在25、26度 局部呢空曠沿海地區 溫度會稍微來的低一點點 日夜溫差大的天氣 這個週末假期 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還是要留意 那下週開始呢 我們昨天就提醒大家了 要留意颱風的資訊 我們今天拿出了歐洲模式 對於下週的這個天氣預報的資料 就要帶你們來看到 很明顯我們框起來的地方是台灣 這大約是歐洲模式針對過來7到10天左右 做出來的天氣模式預估 你可以看到在台灣的周邊有兩個 逆時中旋轉的一個螺旋 這是熱帶系統發展的跡象 目前來看下週呢 的確在台灣的周邊海域呢 是有一到兩個熱帶系統有可能發展起來 發展的強度會是什麼 會是熱帶性低氣壓還是一般低壓 還是說呢 它會發展成颱風 會不會兩顆都是颱風 或者是它的路線 會不會像這樣朝著台灣而來呢 現在這些熱帶系統都還沒有發展出來 我們後續會持續帶大家來觀察 稍微有個概念 對於下週的天氣呢 可能變數比較大 可能行程安排上就要多加留意 緊接明天各地的溫度要提供給你 北部地區明天又要下雨了 外出記得帶色 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明天依舊是晴稻多雲的天氣 南台灣的部分明天白天海續熱 早晚偏涼 東半部地區明天宜蘭的降雨機率偏高 離島地區的觀眾朋友 沿岸的風浪牆一定要特別的小心 以上就這一節的氣象 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